观看回归影片一国两制专题讨论 宪法基本法问答国情知识之多少 这是东华三院假一年总理中学四年级学生 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课堂 日前发布的行政长官2021年施政报告指出 取代通识教育科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已于本学年从中学四年级开始推行 据悉改革后的新课程包含一国两制下的香港 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 和互联互一的当代世界三个主题 涵盖国情教育 宪法和基本法教育 国家安全教育等内容 香港中学生蔡安诚在课后向记者表示 自己对改革后的新课程非常感兴趣 尤其期待课程中赴内地考察的内容 希望借此机会学习新知识 开拓新视野 很有必要推行这个科目 第一就可以更加了解到我们国家的发展 例如一国两制就有国家和香港之间的关系 又或者是关于经济 科学 科技 环保的这些课题 就令我们可以托付我们的世界视野 培养生先明辨的能力 和联系到不同的学科的知识 如果只是设立了答标和不答标的话 学生需要应付的压力就没那么大 我们也没有那些独立的专题探究 压力可以小很多 我都比较期望这个课程里面的一次内地考察活动 我就觉得可以令我和我的同学一起亲身感受一下 当地的人民和文化 在中学教师罗安妍看来 与改革前的通识科相比 公民科通过优化教材 明确教纲 释放了学生学习与老师教学的压力 让中学教育真正的回归初心 现在公民科收整过课程重点之后 其实是比较聚焦 课程的重点其实是比较清晰化和明确化的 其实对于同学的掌握和他们的发展需要 是比较适合 另外在平衡方面 其实现在他们就基本上是要求同学 是达标和不达标做一个指标的 在我们校的情况来看 其实反而令到同学的学习压力可以舒缓 令到他们可以享受在课堂 让他们可以在基础知识里面巩固 才有进心的思考和分析 作为通识教育科的改革与优化 公民科如何更好地在香港中学落地 中学校长邱春燕表示 除教师的专业培训外 学校还在教学资源的选取编撰 和课程内容的优化安排上格外谨慎 力求培养学生国民意识和身份认同 自从有这一科之后 其实我们的老师都是上了很多教育局的培训 也都在课程方面做了很多的备课准备 所以我们在这个科目推展上面的教材 我们都是特别去严谨筛选 也都是遵从教育局的指引来去推展教材 而我们的学生其实在这个课程里面 不单止是有课堂 其中有一个部分都是有一个国内的考察 其实这个考察对于学生都很重要 因为他们都可以透过亲身去到国内 去了解人民的生活面貌 和和当地的人和当地的学生去做交流 今年9月以来 越来越多的香港中学先后推出了优化后的公民课课程 作为香港教授为社会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 东华三院至今已有141年的办学历史 现时营办一间专上学院 18间中学 15间小学 18间幼儿园 及3间特殊学校 总学生人数超过27000位 总教师人数接近2000位 长期秉持有教无类 作育英才的教育理念 致力于培养贡献社会 服务国家的优秀人才 东华三院董事局主席谭振国 兴奋地告诉记者 改革后的公民课 教学内容更加贴近东华三院的办学理念 东华三院每一个中学 在收到新的课程资料以后 我们都马上规划 和设计好教学的内容 以及教学的活动 本院的老师也积极参与相关的培训 我们的属校也配合我们本院 自己编制的德育课程 举办了很多活动 包括内地的考察团 中华文化周等等 让学生能够了解 近年国家在高科技 医疗卫生 基础建设 脱贫等方面的成就 借此希望能够让学生更加了解国家 让他们提升 对国民身份的认同感 也脱阔了他们的视野 对国民身份的影响 对国民身份的对护